中缅宣布联合执法 妙瓦迪警局遭连番轰炸 局长惨死 中缅宣布联合执法 但妙瓦迪警察局长却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这是否与缅甸诈骗团伙的公开示威有关 以及打击这些团伙的难点是什么 9月3日晚 缅甸克伦邦妙瓦迪市的警察局 遭到无人机投弹袭击 造成三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 这个地区充斥着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 包括KT园区 这些团伙可能与袭击有关 妙瓦迪一直被地方武装控制 是缅甸最混乱的地区之一 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多次冲突 这次袭击可能是反政府武装为当地诈骗团伙代表发起的 目的可能是示威反对中缅联合执法 中国 泰国 缅甸 老乌 曾在8月联合合作打击诈骗犯罪 但诈骗团伙仍然存在 而联合执法行动似乎引发了袭击 打击缅甸诈骗团伙之所以困难 原因如下 一 诈骗形成复杂的产业链 包括网络赌博和色情产业 这些团伙已形成庞大的利益网络 要成功打击需要切断其利益来源 二 跨境执法涉及尊重缅甸主权 需要与当地政府合作 并依赖当地警方的执法合作 将嫌犯引渡回国家 可能受到法律和证据获取的限制 三 新技术的应用不断使诈骗方法演变 包括使用AI技术 伪造声音和视频 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人们需要了解新型诈骗手段 以提高防范意识 四 地方武装的存在为诈骗团伙提供了庇护 只要他们交钱 就会有武装分子保护 这加大了执法的难度 五 缅甸局势不稳定 政府难以专注打击妙娃底的诈骗团伙 这使得中方只能提出关切 具体执法取决于缅甸的意愿和行动力 总之 打击缅甸的诈骗团伙面临多重困难 需要综合性的国际合作和应对新技术的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